進行來推動圓山貨物公園黃信介紀念廣場等相關事務 台灣民主化終於實現 我們今天所要紀念的戰後台灣民主運動第一領導人黃信介先生 廣場為什麼要選在這裡 因為這裡就是他的度居所在 他以前就是在這個地方散步思考運動 其實黃信介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務實 後來發現在台灣那一代人搞政治的人 好像他敵人最少 很少說他跟人家有什麼紛爭 黃信介說過台獨只能做不能說 那你同意他認同他嗎 其實他後面還有一句 他是哪一句 後來是不能說不能說 沒有啦 那你認同的是哪一句 沒有啦 沒有啦 這個 沒有啦 我真的說幾個 沒有說我就是沈從洞 我要著動 那個消息從哪裡來的 有明水報告說你有準備想要投資 好奇怪 我常常在報紙上 不知道的那個人事故事 因為梁文堅還說 就是你的政黨的名稱 考慮要消防獎位置 叫做台灣民眾黨 有這回事嗎 他連這個黨我們都騎好了 所以有人對你嗎 說你沒有被打斷 不是啦 我跟你講喔 我還是在報紙上 讀到我的這個 人事部 還好的學戰 你是不是有否認嗎 奇怪 我問欸 沒有否認跟有承認 這個發生 我裡面但是他講 你沒有否認是否認是否認 這個再登機 好 那是非認識 那個人 本來沒得來 有油彩